超級最王爭霸戰 誰能脫影而出 就拿一個夾子嘛 然後這樣子畫圓的方式 讓它皮跟肉中間這個皮 是有一點劃開的 放到冷水裡面去浸一次 這要冷還是煸 冰水這樣子輕撥 有沒有看到 有 切西瓜有一個困擾 就是那個廚房的檯面 都會變成全部都是雞 我現在來教大家 首先跟著我來 來 這個刀子沿著西瓜皮 這樣就可以吃了 這樣就可以了 各位觀眾 請看 上桌對不對 一家人直接擦 像這個的話 其實就是有點像我們 過去不也有東西在切蘋果的 對… 大板的 大板其實就很好用 我好像是 對 好棒喔 好棒喔 應用生活小祕境 輕鬆省錢又省力 歡迎收看 現在才知道 好棒喔 新奶奶 是 夏天到了 妳知道在台灣 甚至在全世界 夏天最受歡迎的明星是什麼 季晴 是嗎 不是… 我剛才是妳有看 對… 妳那個紐約時報都有燈 沒有… 我媽教我說做人要低調一點 對… 低調的讓全世界都知道 對… 不好意思 主持人 妳不要講得太開心 因為妳屁股都翹起來了 妳不要講 妳怎麼都翹起來了 弄一下… 謝謝妳… 這個是誰 這個是友人 你們是友人嗎 是不是… 憲哥 妳現在是有在幫 房仲代言人嗎 對… 嚇我 不是覺得想說 你們是要我們去看房子 沒有 其實我跟妳講 從我們兩個今天身上的衣服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今年我跟憲哥 就是 所以講到芒果 你知道台灣的芒果有多紅 到了夏天 我們是一定要吃芒果的 然後再加上台灣的芒果冰 對 紅到日本 紅到北海道 對 真的 可是憲哥 通常你吃芒果 是自己切還是大嫂幫你切 是我太太切 真的 你娶了一個好老婆 是 像我本人也是會幫我先生服務 不過因為我這個人 比較講究就是事情要快很準 所以我稍微 稍微練了一點功力 對 所以你看我現在施法 那個桌子就會過來 過來 真的嗎 來 還有今天你喔 這麼漂亮的美女抱 好恐怖 然後你看這裡是有一顆芒果 對 是芒果 對 奇蹟要出現 現在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我跟你講 我切這一顆芒果 你相信嗎 我只要三秒鐘 三秒鐘 真的就是三秒鐘 你不相信對不對 很厲害 一秒鐘 兩秒鐘 你開始數了 還沒 預備 一秒鐘 兩秒鐘 三秒鐘 還沒數完耶 還沒數完耶 對 你真的是為了 這樣很神功 所以我跟你講 這就是我們現在才知道 這麼受大家歡迎的原因 因為我們常常教大家一些 化繁為解的一些 生活方面的一些小技巧 對 其實我們這個觀眾朋友 尤其是天下的媽媽 對 我們都希望把事情化繁為簡 對 尤其上了一天班以後 非常的累 你不說可以 噴得噴噴 對啊 心情棒的輕鬆 三口穿到人人 對 好好的做菜 來侍奉老公 一定要請人人就對了 對 這時候你如果沒有辦法 把事情化繁為簡 你如果沒有辦法找到 省時省力的秘訣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就變成我們今天的主題 也是你必須學的秘訣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特別舉辦了這個 超級智慧王的 寶座爭霸戰 那我要來說明一下 我們的遊戲規則 好 大家注意了 比賽總共分成三個回合 我們是採積分制 第一回合 四個人都要輪流出賽 第二 三回合 我們要兩兩PK 然後每一回合 主持人跟專家都各有一票 依據實用性 經驗度來投票 經驗度 對 經驗度 沒有經驗度 對 沒有經驗的敢嚇一跳那種 對 所以你們參賽者 一定要知道我們評分的標準 要抓住我們裁判的心 然後分數累積最高者 就是超級智慧王 是 那我們到底今天要考什麼 我們首先請我們料理界的天后 真的是天后 開始出題 好 其實做料理 對 食材的處理是非常重要的 怎麼樣讓你的食材處理 不費力 然後快速的準備 可以就是趕快就會 料理一桌的大小 可以喜歡的菜牙 所以時間很重要 食材處理的重要性 好 我們第一回合的第一棒 就是韋汝 第一棒就強棒 自己配音 第一棒是強棒 經驗不加分 亮點是不是 對 我要來公布我今天 要處理什麼食材 服務費力 1 2 3 快速播馬鈴薯皮 基本上一般我們馬鈴薯 我們都是水煮 很簡單 我就是把馬鈴薯丟到裡面 然後開火讓它水煮 水煮差不多它 你知道它要熟的那個時候 關火就是那個水 還是熱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把它加出來 那妳怎麼知道 它快要熟的狀態 妳可以拿一個那個筷子 擦進去 它只要是有透的 基本上就是鬆鬆這樣 就是反正要煮到好 我們再來處理皮 對 就是已經熟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把它關火 然後把它夾出來 所以這時候馬鈴薯 是非常非常燙的 對 關鍵就在 我跟你講什麼 一刀就可以去皮 很簡單 不可能 而且不會燙到 不會 你就拿一個夾子 然後這樣子 畫圓的方式 讓它皮跟肉中間這個皮 是有點化開的 不用全部切下去 就畫一圈就好了 表面切就好了 對 表面切就好了 就叫尾一刀就對了 對 然後大喊一拖 就這樣 拖 放到冷水裡面去浸一浸 這要冷還是冰 冰水 冰水 是冰的 要冰的 這個原理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我們自然課都有上的 熱脹忍縮 媽媽妳剛剛國語可以再講一次 熱脹忍縮 熱脹忍縮 剛剛四個字而已 裡面大概有三個音不對 所以不是我的國語不標準而已 只有憲哥 他明明嚴重 對 對 稍微平衡一下 我的心情稍微平衡一下 憲哥突然覺得你跟他是麻吉 對 大概PO個五到十分鐘之後 就是讓它表面是 其實已經冷卻掉之後 現在就很簡單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拿到這邊來 這樣這時候也不會燙到手了 對 然後這時候你就這樣子輕撥 有沒有看到 有 有沒有 全部皮都掉了 對 好強喔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剝不乾淨 因為它基本上這時候 皮就是這樣子 一大片一大片 不會有這種細小的部分 因為今天我們時間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泡那麼久 所以你泡五到十分鐘 基本上就是這樣 整個像衣服一樣 一捏就全部脫掉 對 好厲害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把它搗碎 做馬力去移 我們先謝謝韋茹 現在換第二棒阿富 好 所以你今天要教我們的是什麼 看看 今天食材處理不費力 我要示範的是你 快速撕除透Q的皮 對 透Q不是本來就這樣吃就好了 它還有皮要脫就對了 你要直接吃也可以 但是有時候為了料理 看起來漂亮的話 因為你煮了之後 它這邊會縮起來 縮起來在那邊破一個洞 裡面破一個洞 不好看 對 就不好看了 所以那個外面紫色的部分 有些小朋友吃 他容易會過敏 真的 真的 爸爸好懂 這位爸爸 懂得比老婆還多 對 我只負責吃而已 這位爸爸一定住海邊對不對 對 不是 這麼巧 必須講一下 它這個皮的部分 如果說你 像剛剛倫普講的那個 會過敏的問題 把它撇除掉的話 其實皮的部分是比較鮮味 比較重的 就是比較鮮甜味 好吃就對了 對 所以要不要去 要不要取掉 其實如果你的這個 羞羹很新鮮 不要去 你去看那個 北千那個 都是燙好的 都是皮都在的 所以它才會有甜味 到那個米粉湯裡面去 對 好 如果想要讓它美觀一點的話 對 這個錯法也很簡單 是 就準備好一碗水 對 然後這水裡面加醋 比例是多少 大概醋 大概1比3左右了 醋1水3 對 你把新鮮的這個套餅 放在這個醋水裡面 對 給它泡個大概三分鐘以上 差不多之後 你就把它拿出來 試試看 好 所以現在剛剛三分鐘 是 不用泡太久 然後我們先拿一下紙 把它稍微擦一下 讓它不要這麼濕 所以把它上面的表殼的水 給吸乾 好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一吸 對 因為它就黏起來了 因為它就黏起來了 把那個皮全黏起來 對 好 我們把它稍微擦乾了之後 你會發現這上面的皮有沒有 這樣 是 來 這個要有 你生有指甲的話 指甲剛好適合 那我來試試看 妳要試試看嗎 沒有指甲嗎 沒有我指甲也很短 可比它不應該好一點吧 沒有 那整層我都看到了 對 很好播 可以拉一下 可能因為我們剛才泡不夠久的關係 其實泡久一點 你會更好吃 是 很厲害很厲害 而且這樣子的話 看起來很漂亮對不對 CD 你會整個白白淨淨的 好 其實我是在安慰你 你聽得出來 聽不出來 聽不出來 因為你講得很真誠 好 沒講很方便 好 好 那我們謝謝阿布 歡迎下方金針 謝謝 大家都知道歌唱得很好 但一看就感覺不常進廚房的樣子 你家有廚房嗎 你家有廚房嗎 你還敢跟人家搶一下 不是 很難想像 你媽可會做菜啊 其實我是歌手嘛 但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我是餐飲科出身的 真的 所以是 我讀書的時候 而且我還有執照 執照 所以深藏不露就對了 對 但是因為自從當了歌手之後 也是真的比較少進廚房 好 今天要教我們的是什麼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這一個 攪拌器挖番茄粥 對 因為其實像番茄粥 你就可以做比方說一些焗烤 或者小朋友喜歡吃的那種焗飯 是 但是那個容器的話 你要怎麼樣把它挖得很漂亮 真的耶 生番茄就可以了嗎 對 生番茄就可以了 然後首先呢 這個叫做牛番茄 對 這個是牛番茄 然後呢 你先給它一個十字刀 十字刀 對 然後也 十字刀不是跟著哏走喔 是走在肉中間 對 然後稍微 也要稍微抓一下那個 深度 對 然後旁邊這一邊呢 也稍微 你小心手喔 可以可以 身為餐飲科的 會不會常常砍到手 坦白說 之前在練習刀工的時候 好像還真的有一次砍到手 真的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就是拿刀子的時候 要非常小心 那切完了之後呢 我們這一個 攪拌器呢 就往中間 是 壓進去 壓進去 壓進去之後呢 稍微濕一點力 但也不要太大力 然後看一下你番茄的大小 去做 對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巧件 對 一直轉 一直轉 輕輕的轉 OK 整個番茄呢 就下來了 輕鬆有沒有 沒有 這個鐘呢 你就可以來做這個焗飯 對 然後裡面的這個 你喜歡裝什麼就裝 對 你這個比套球厲害很多 謝謝 好厲害的 整個彎彎的長眼鏡 對 但是我還是建議說 如果你要做這個的話 你盡量選番茄 比較熟一點的 對 它就會比較更好的操作 是 你表現得真的太有亮點了 謝謝 謝謝 有經驗 有經驗 謝謝 接下來我們換出這個 第四棒王仁甫 我們這棒是安排得很好 第一棒很棒 故意的 第二棒也不錯 也不錯 也不錯 但第三棒很強 對 第四棒 這棒三排得非常厲害 你這是先生奪人都對了 我告訴你 他們前面講的都是食材 我現在要講的是 到了現在這個季節 七八月份 我們到了夏天 最常吃的水果是什麼 西瓜 小一個人喜歡吃 我相信大家跟我都一樣 不要吃西瓜 因為太熱了 對 跟我一樣 西瓜有這個 切西瓜有一個困擾 就是你每次切完的時候 不是皮一堆 對不對 然後就是要水滴了到處都是 每次切西瓜 就是那個廚房的檯面 都會變成全部都是汁水 而且西瓜最討厭就是裝盤 因為裝盤的時候 你可能切了一點點 其實切了一片而已 可是裝盤的時候 就已經很高了 因為它體積的關係 所以你吃一盤吃不夠 又要裝第二盤 對 不然就要切一大盤 不好意思 但是因為我們睡在一起 吃在一起 吃在一起 所以沒有默契也很難 對 你不能這樣講 沒有默契的夫妻也很多 真的 對啊 比如說 你看秀琴跟志遠哥 不好意思 你怎麼可以講出來 不好意思 沒有…刪掉了 剪掉… 好 所以我今天要來 教大家做的是什麼呢 吃西瓜不沾手的切法 不沾手的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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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沾手的 你一定拿著就是沾手 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這裡沒有任何的砧板 對 沒有 就不會弄濕它 真的 我不弄濕 就讓大家可以吃到好吃的西瓜 而且不用盤子 對 我就盛盤了 真的假的 就這樣子 我待會就盛盤給大家看 它真的濕了不好看 吃也頂多是一點點而已 OK 來 我以為你不用包耶 我們一次呢 不要吃太多 用同話 好 我們現在就一半醉婆 那為了我呢 今天呢不要讓它濕 真的我們就這樣 不然一般的話 我們最好就是這樣子嘛 這樣一定會濕 所以今天我為了要展現不會濕 我就這樣橫著切 對喔 好 就這樣你也挖 你是歌迷吧 有沒有看到 沒有濕喔 對 再來接下來重點了 這個呢我們就分兩盤 對 只需要準備插子在旁邊 跟一把刀 對 我現在來教大家 首先呢跟著我來喔 來 這個刀子呢 沿著西瓜皮 我們繞一圈好不好 好 先繞一圈 目前為止呢 小心喔 對 然後呢 接下來 很冷濕喔王子 它很多水 好 再來 已經繞一個圓圈了對不對 接下來我教大家 這是一定要看好喔 現在呢我們就斜刀 不要直的 我們斜刀這樣子切 看你要切大塊還是小塊 如果你喜歡吃大塊一點 我們間隔就寬一點 先這樣斜刀切第一次 是 現在第二次 已經出來了 好 是 第三次 哇 好 再來 第四次 好 這樣斜刀完了 對 還沒結束喔 我們同樣的一個方向 轉過來 對 變成垂直了 斜刀 斜刀 好 接著再斜刀 是 好厲害喔 接著再斜刀 然後接下來完了之後呢 對 我們剛剛不是有這樣子的方向嗎 對 這樣斜 我們現在反過來 切成個頸子 換另外這樣斜 還要切喔 換成這樣斜 來 這樣已經可以吃了 沒有…我們要切得又許一點 我要讓它漂亮 所以待會切出來 它會是菱形的形狀 好 這已經很小了不是嗎 這樣斜刀 是 相反的斜刀 對 再來 OK 成盤完畢 我們可以上桌了 這樣就可以吃了 這樣就可以了 各位觀眾請看 上桌了對不對 一家人直接插 對 有沒有漂亮 對 手完全沒有沾大 對 對不對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吃 對 還滿厲害的 你要 沒有 插起來 慢慢來 對 整顆就可以慢慢吃到結束 對 吃完以後還有西瓜汁可以喝 西瓜真的留在裡面 對 而且說真的 其實真的算是很乾淨 沒什麼事 對 很厲害吧 很厲害 謝謝人母 來 那我們第一回合 我覺得大家其實都滿拚的 對 而且我剛剛腦海中 就已經開始在想說 要投給誰 老師 實用性 經驗度 對 來評分 謝謝 好難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提供更多方法 謝太早… 還沒投票 好 那現在我們要來這個 投票囉 好 來 這真的很好吃 這滿厲害的 這我每次出去露營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用的 對 對 很難 是 我真的好難選 你們有誰投阿布 我就說你們節目不公平 你們有誰投阿布 都不行 沒有 我都常跳過 就套久一點會比較好弄 對 對 就有那個妙子不必親的感覺 好愛老朋友 OK 那我們要是不是請老師來講一下 韋汝這個雖然也是很讚 但是因為好像就是 這個方法很多人都會用了這樣子 但是倫浦這個是 確實是真的 是非常的實用 因為現在的人 大家就是一到了這個 夏天的時候都會吃西瓜 對 你在那邊你整個 你除了就是說 到處都是那個西瓜汁 黏答答以外 你還要多洗一個盤子 兩個盤子 對 我們這些家庭主婦 真的是一個負擔對不對 對 我投給他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吃完了以後 這個西瓜 剛好可以做一個西瓜棕 你把那些煮好的一些海鮮料 還是肉丁什麼的 你把它放進來 再稍微吃一下 它很漂亮 西瓜其實最寶貝的地方 就是西瓜脆衣 而且它蒸出來 它裡面還有一些西瓜汁 對 清涼降火的效果又加一等 是 好 那我們請這個燕如老師來講評一下 為什麼妳投給維如 我投給維如的原因就是 因為像很多媽媽 因為怕說剝皮很麻煩 都會先削皮以後再去蒸 或者去煮熟 但是其實先削皮的話 其實營養比較容易流失 所以它的方法 有兼顧到營養的考量 然後同時便利性也提高很多 所以我覺得對媽媽來講 是非常實用的方式 是 好 其實季妹妹 我們前人留下來了 很多的屁股 對 實在是很厲害 真的 都是智慧 但是如果能夠借用一些小道具的話 像妳剛剛那個小道具 就非常好 對 我們前面燕如老師 等一下幫我們介紹一下 燕如老師 燕如老師在這裡 是你家 燕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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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請燕如老師 來教教我們 有沒有其他的小屁股 好 麻煩老師 好 燕如老師 妳今天要教我們 用什麼工具 可以讓聖使用什麼力量 好 我今天的工具 都是針對刀工不好的人 而設計 就是手在 妳要講阿布就對了 沒有 所以 就是利用這些工具 就可以讓你看起來 像很厲害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然後像這個的話 其實就是有點像 我們過去不一樣的東西 是在切蘋果的 對 對 很大版的 對 其實就很好用 從像是哈密瓜也可以 或更大的西瓜 其實都可以 如果我們沒有人服 那種很厲害的刀工的話 就可以利用這個來幫助 沒有 學到學 它的用法 其實就非常的簡單 就跟我們過去用蘋果的 其實是同樣的一個概念 稍微壓 對 好香喔 所以這個時候就知道 家裡有一個男人 就滿好的 中間這最甜 中間這最甜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鳳梨 它可以用鳳梨 鳳梨中間也行 對 鳳梨也可以 鳳梨也可以 我們知道為什麼 映如老師剛剛沒有投你了 等一下那一秒就切完了 鞋刀 鞋刀 還有地支喔 轉過來 鞋刀 你剛剛誰在那邊鞋刀 鞋刀鞋刀 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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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除了這個切西瓜的之外 映如老師還有另外一招 還有在加碼 因為像是夏天的時候 大家常常會吃涼麵 那兩邊 尤其是日式兩邊上面不懂 那個雀雀的海苔絲 還有餛燉湯 然後媽媽有時候 對 餛燉湯也有 然後媽媽就要慢慢的剪 剪到剪很久 像這個剪刀 大家看應該 剪什麼 剪得不好的 打薄刀 雙書大戰 誰的鞋刃小Pepo 能獲得評審的青睞 它兩顆大小一樣的鵝 然後我一個把它沾在太白粉裡 兩個落差現在超大白 對啊 超好多 那我們來試一個猛一點 就是鍋子裡都不要放 我們在這個攪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沾鍋 有沒有 它就可以在鍋子裡面 自如的運行 真的…這好厲害 我是頭 頭到這裡 對不起 對… 對…